立即店董事长黄崇仁或阳明交通大学 颁授名誉工学博士学位 表彰他在半导体产业的贡献 针对近期外资市井 消费市场买气疲弱 半导体产业即将出现库存修正 以成熟制程为主的晶圆代工厂将遭遇砍呆 黄崇仁受访驳斥外资看法 认为现在要分析半导体需求很难 不能只以手机等单一产品而论定 这个只有靠手机来决定不一定 那苹果也不是只有手机 苹果也有很多东西 所以这种假设 现在分析很难 你为什么 车用的各种不同的用途 你没有办法分析很清楚 像NVIDIA现在身形很好 所以这个Cervo什么多音化 所以没有办法用单一产品来决定 这个是落后的思想 是用PC手机来决定 黄崇仁表示 尽管现在不像去年 厂商都来敲门要产能 不过产能还是蛮载 现在还是满到年底 应该都是满的 是没有产能 价格现在很多大家都约 所以应该还是稳定 针对回答有意找英特尔合作 黄崇仁认为 台积电技术还是领先 对台积电不致造成影响 新航亚太电视林秋霞 台湾新竹采访报导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